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2月10日礼拜六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有兰花大王之称的本地花龙杨小龙表示 今年的维园年宵是旺丁不旺财 原本他预期生意是会好好的 于是在档口预备了两千颗兰花 但现时只能卖出一本 第二单消息 东方日报按照传统摘吉日 前往王大仙池为香港来年的运程求签 获得先师赐与中平签苏武牧羊 签文反映香港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 更加暗示香港的运势有排衰 可能衰足十九年 在说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亦有 如果你是退休人士长者 祝你身臟力健 龙马精神 也希望我们这个频道 在这个龙年可以继续大展红套 继续做好广播的服务 为各位亦有带来最真实的信息 终于无论住在香港还是海外的香港人 都会有他各自面对住的难题和困境 但希望大家都会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讲完一件事就是台务 我们今个星期的直播节目 就安排在年初三 即是香港时间晚上10点钟进行 即是2月12号 香港时间晚上10点钟 2月13号香港还是公众假期 年初四是有个补价的 因为今年年初二撞正是礼拜日 所以初三尺口 大家不去拜年 就可以听听我们这个节目 好了 讲回今次的主题了 先去看看究竟 年销市场的生意情况是怎样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所说 有本地蓝花大王之称的千业园创办人 杨小龙 说到今年生意情况 是旺丁不旺财 生意较往年 维园的年销跌了 起码一成半 就算最后一晚 年销的人流增加 但是他都坚决不再入货了 他还说 本来以为今年的生意一定会很好 因为今年的那些蓝花都开得很好 不少人就提早购卖了 但是近日阴阴寻寻寻 让维园年销影响了一大半 这几天天气寒冷 又有雨 少了人去买花 今年有买干货的 年宵市场 人流确是较以前多 但是因为天气冻 令市民不方便带走蓝花 今年本来一个档口 就预料放两千棵蓝花 现在顶多是卖出一千棵 最后一天点薄都没用 以上就是本地花龙 杨小龙的见证 即是说生意不多 好得去哪里 黄丁不黄财 其实黄丁不黄财 似乎已经成为了 新香港底下的新常态 因为很多市民出街 只看window shopping 看了就当买了 其实就过个心瘾 不需要真金白银给钱去买 有很多时候走去那些年宵市场 以往为什么会刺激到那么多人 做一些非理性的消费呢 你明知道里面是那些淘宝货的散货场来的 但是你仍然是会受到那个氛围的驱使底下 走去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往过年的气氛就是欢愉的 轻松的 那么花多少钱 大家高兴 开心 被人赚一下 那么没所谓 即是说以往 但是自从这几年 又经历了这个反送中运动 接着又经历了三年的疫情 大家都很厌闷了 那么也都很不开心了 生活得 那么你特区政府也知道市民不开心 才要搞个开心香港的活动 不是以前什么要搞的 那么由于那些人 他自己都觉得不开心的时候 那么于是乎就肯定不会在这个城市里面 大举的消费 那么花钱最重要是怎样呢 花得自己开心 过瘾 花都花得不开心的那些就叫做贴钱买难受 所以呢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新常态就是 旺丁不旺财 那么毕竟呢 行年销就是过年的其中一个指定活动 那么当然很多人都不去啦 包括我呢 就一定不会去的 因为我很怕去那些人多挤壁的地方 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去找一下热闹 但是他去还去啊 那么去到的时候呢 他都不消费 变成了就直立式躺平 那个人就去了现场了 但是他不肯走去买东西 那么这个又可以理解的 那么有很多人就更加是 趁着这个农历新年的假期 就去了外游啦 无论去外国也好 那么上了大陆也好 那么就变成了在深圳和广州那些年销市场呢 就有很多香港人去消费啦 那么那些人呢就是帮大陆的经济来输血啦 那么至于去了外游那些的益友 那我就祝你呢就是身心舒畅 那个心情呢 好像是美斯一样 一落机呢就已经是面露笑容啦 那另外呢 那年销市场近年来啊 有一样东西就比较失色啦 就是没有了那些啦 非建制派的政团的荡摊 那么现在全部都赶着了啦 以往你有那些档摊在这里的时候 那些市民呢都可能还有一个宣洩口 你叫那些这样的议员啊 什么去写辉春 写一些对你口味的东西上去 那么现在呢就清一色啦 全部都是只有那些爱国者的政党 什么民建联啦 那些继续可以开摊位的 那么那些市民去到见到这样的情景 那么他不消费 那么你可以怎样呢 难道你逼他入场最低消费一百元 那没可能的事啦 好了 那么跟着下去呢 我们又看看究竟饮食业的情况又是怎样啦 据伦敦大酒楼副总经理苏曼城所说 虽然农历新年假期的客量 是回复到去疫情之前的水平啦 但是啊 在经济低迷底下 那些食客就没有以往那么豪爽啦 故此呢 就算是食材和人手的成本上升了一成 都不敢说加价得太多 若然加价太多的话 那食客拿着一张菜单 就会觉得太贵 那索性就不光顺 又或者等到过了年才来吃啦 而贵的那些套餐呢 就很少食客是怎样啦 基本上呢 香港人就是折剑了 但是啊 食团年饭的 多数都会回香港 一餐晚饭啦 回香港 和那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又怎样会说上去深圳那里吃饭呢 他说对于家庭客 留港吃饭的信心呢 就是百分之百的 那因为呢 很多长者行动不是那么方便啦 你叫他为了贪平州居勞顿呢 就细是假 但是 到底 酒楼的生意 是不是正如他所说 恢复到疫情之前那样呢 各位如果昨晚又去酒楼吃饭的 又可以在留言板那里 讲一些真实的见证给我们听下 那我们会参考一下 究竟那个 饮食业的情况是怎样 起码年三十晚是否真是黄得这么交关呢 而你光顺那个餐 大概是吃了多少钱呢 每人平均又可以 和我分享一下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究竟东方日报的报道是怎样说的 在日前 东方就派员 按照传统 前往黄大宣慈 为香港来年的运程去求签 那获得先诗 就是赐予一支的中平签 这支签就是第三十二签 素母牧羊 那这个签诗就是这样说的 十九年前海上身 折无刁败逐沙尘 餐无穿雪 谁连我 唯有阳而作伴裙 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素母就是汉朝时期的一个忠臣 汉母帝就使他去出使兇奴 但是这个藩帝的善于就将他拘留住 不让他走 威逼利友 逼这个素母 就是要他辩折投降 就是使他归顺的 那素母就不肯了 他始终忠于这个汉帝 于是乎就被这个善于 将他放逐到北海那处牧羊 于是乎就十九年前海上身 海就是北海了 找他牧羊那些羊 陷冷都是公羊 这个善于下令 除非他本人是回心转意 你肯归顺投降 又或者你所牧羊那些的公羊 是能够生子出奶 那才可以将你释放 以上就是签诗的典故 至于王大先祠的解签文 又是怎么说呢 就说苏母在这个困境当中 风雪当中 挨足十九年的时间 一路就饮雪水 食田鼠 那样 那母帝呢 使他出使兇奴的时候 赐给他那只权杖 和巫旗 他就一路是拿着来到牧羊 直至到 连那只旗 都是经过这个岁月的洗礼 烂了 最终十九年以后 他才是获得释放 那就还乡了 那汉孙帝就刺锋他 做这个猴雀 那就说呢 其实整篇签文说 苏母牧羊力尽艰辛 才可以得到 还乡这个愿望 其实就要说什么呢 就是说做人必须要立心正直 能够隐隐受苦 才可以逢空化吉 所以做人正直 都仍有得救 会有神助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奸佬 平时做事一美正是认得 迎合上义 走去做擦鞋仔 那些就没得救了 那些就可能真的衰足十九年了 我们看看就是 究竟 东方的报道怎么说 他们就找了 原学家吴奇云 来到去拆解这个签丝 这位的原学家就说到 那些羊就象征着是香港人 羊群就放在这个北海的树木羊 意思就是说 香港人今年就继续四散了 树为外有 较少留在本地消费的 签丝具体说到羊群去到北海的树放木吃草 如果放在香港的情况 就是说香港人会羊群式的北上 去到内地吃喝玩朗 但是放羊一般都不会去到太远 预料集中在亚太地区 因为羊都要回家 羊群就去四周围吃草 因为一个地方的草都不够 香港的草就包括是金融业和旅游业等的 支柱产业 那我对于他说这些 尤其你说旅游业是支柱产业 如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所说 旅游业根本上占香港的GDP是很少的 不要紧 先说他怎样解签 他就说 显示香港的吸引力已经是大不如前 营养不足 令到香港人被逼去外面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游客或者商人是会来香港的 他还引述看书所说 兇奴人就要求苏母牧羊的时候 要公羊铲奶才可以放了他 但是公羊又怎会有奶呢 所以签文就暗示 香港即使全面通关 但是短期内经济要复苏 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了 他还说香港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再创高峰 根据签书的典故指出 苏母等了19年的时间才可以返回中土 暗示香港需要19年才可以全面復原 以上就是袁学家吴麒云的解签 他说香港需要19年才能够全面復原 我都有些保留 为什么呢 既然典故说到 你的兇奴善于要求公羊铲奶 才可以给你返回中土 返回你的汉潮 这个意思就是 你基本上就不用返回 如果你要符合这个条件 是不可能的 请问公羊怎样铲奶怎样铲子 故此就是 如果你要吐落香港的情况 你要公羊铲奶才能够复苏 基本上这一世都不可能 除非有些外力的驱使 什么外力呢 就是兇奴善于他一 改变自己的想法 那就放回你走 运了你19年再运都无谓了 他一念之间而已 至于这位解签人说到 说那些羊是象征香港人 那我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了 既然这支签是为香港的前景 来祈求的时候 很明显 苏母才是象征香港人 苏母在这支签里面 那个情境是怎样呢 就是他在出示兇奴的时候被困住了 就困住19年的时间 那兇奴是位处于哪里呢 就是位处于汉朝的北面 那到底王大仙 仙师 他到底想暗示什么呢 苏母如果作为香港人的时候 那现在是被哪些人困住了 束缚住了呢 这个困住未必说是把你困住在监牢 或者是困住在这个 这样的边疆那里放逐的 你放回现代的处境 就是说可能很多东西对你有制肘的 令到你那个经济的潜力 没有办法兴奉得到的 或者有很多的政策 是拖住香港的后腿的 如果有什么呢 请问回王大仙 是不是 就是有什么国安法 23条 我也是医书直说而已 是不是 你说那些羊是象征香港人呢 我就觉得解不通的 羊你最多说他是一个经济产业 苏母才反映着香港人 现在就被兇奴羡羽束缚住了 绑手绑脚 这个绑手绑脚 不是说用绳子来捆绑那一只 而是很多东西 制肘着你 搞到你动弹不得 这个意思是否会比较通一点 所以呢 你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松绑呢 就靠个兇奴羡羽的一念之间 只要他为了放生你 基本上 不需要搞什么城市 不需要怎么说好故事 以香港人那种的拼劲和能力 一定是可以翻生 就看这个 兇奴的一念之间 现在就是 那至于谁是兇奴羡羽呢 大仙的解签文 都没有说明得那么详细 这些东西就靠自己来到去议会 所以呢 做人正直 就没问题了 因为这枝是中签 就是说普通的市民 最重要呢 就是过得到人 过得到自己 对得着天地良心 没问题的 都会逢空化吉的 但是对于那些这样的 奸佬而言 就难说了 是不是呢 因为他不正直 另外 东方昨天的报道也说 有惠到特区政府的施政来到去求签 先施就住农年 特区政府施政就赐予了第22签 他乡作客 就是属于下下签来的 签诗就这么说的 秋水依人各一方 天南地北 恨偏长 相思思问 憑随记 不尽凄凉几段场 据黄大仙凌签证解里面就提到 这一支签文就配以 另一个古人的典故 陈妙常思春来到去看 古人哲子戏的主角陈妙常 出家为尼姑以后 凡心未了 对借着他暗堂的书生 就产生了好感 但是又收于啟齿 书生有一尾顾着读书 不以为矣 直到书生赏经附考的时候 陈妙常才决定 向傾慕的对象 尽数游场 可惜当他赶到到头的时候 那艘船已经开走了 故此这个暗戀 就是无疾而终的 据解签人吴奇云所说 这支签所呈现的画面 如何去解读呢 就是说社会上会出现了很多 离仇别墅的情况 会思念在海外的亲友 还有很多人会去到他乡作客 即是说移民潮今年都不会停止了 他提到 问及施政表现的话 显示香港人的移民潮 原因都是因为特区政府的施政差 官员和大众的思维不同 令到离心离得 他举例说垃圾征费那些不得民心 他举例就很温和 垃圾征费就不会征到市民 是选择离乡别井的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国安法 是真的 你现在再弄多一个加勒版的23条 上去的时候 又会驱使到一班人是会离开的 尤其是那些有子女的家长 即是刚刚生弟弟还在读书的那班 出了身的那些已经在做事的那些 所以就是 这个解签大致上我也是同意他所说的 因为那个议仗也很简单的 那就是移民潮会继续 还有就是特区政府 他说你离心离得 你问解签人 你现在如何管治呢 另外其实东方还为了很多范畴来求签 比如说抢人财那方面又怎样呢 劳动力那支签就是第七十签 蔡翁失马 签文这样说的 可比当年一蔡翁 虽然失马 叛途中 不知祸福真何事 到底方明是始终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的 你抢人财就不要濫于充数 这里又抢 我们又抢尊财那个有什么财 待会有高财又人财 你不要实际上就请了一大群什么人 就是那些奴才啊 蠢才啊 这就没用的 你不能说纯粹点人头 现在流失了十万人 你就要找十万人下来 那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你最新 比如说李隆基那个未婚妻 喂 他都说自己是这个专才高财 他自称啊 他是不是呢 社会上已经有很广泛的质疑了嘛 对不对 你请那么多那是什么人来的 你小巴司机又说要请外劳的 喂 现在网上有些片段就说 有些大陆的小巴司机 不懂得听 有乐啊 我不知道见还是留啊 因为没办法核实到 那个小巴司机是本地人 还是大陆的外劳 反正就是 签文都说得很清楚了 不要一尾固住在外面抢 本地其实也还有很多人才的 你有没有试过来挽留本地的人才呢 提供多些优厚的条件 每一尾就想着 向外边找吧 找些北方人下来 那就搞定了 这变成是人口缓血的 所以我经常都劝那些年轻人 你做的事已经有十多二十年 已经去到中层甚至高层 那我没有意见啦 你比我更好 但是 如果你刚刚才才毕业很久的 你真的要思考清楚 你继续在香港那里打工 当然是起身点 比起现在很多城市 世界上哪里的比较 你都仍为之强 仍为之高 这个我必须是要承认的 这个客观事实来的 问题就是 到你升到差不多的时候 他还会不会升你 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背景 你是一个香港人 香港人会不会受到 那些中资企业的重用呢 你要理解到 香港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中资企业 港资和外资慢慢就退场了 那影响你越来越适寐 那你无可避免你 除非你这么有骨气 你将来找工作 就是不找中资企业的 那就没得好说 如果不是的时候 中资企业 他会找些什么人做高管 找些什么人做中层呢 多数都是自己有的 会不会有一个份额 是留给你香港人的呢 除非你是很获得到他的信任 但是也会多少打了折扣 因为你的出身是一个香港人 所以有些人在香港 其实他做到这个中层 可能都是歪歪不得志的 为什么整天都没有升我呢 为什么整天骑着我做上司的 这些都是北老来的呢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情景出现了 最先这件事是在广州出现的 然后在香港也很普遍了 所以我也有必要告诉那些年轻人 除非你遇到这个情况 你都觉得没问题的 但是不是的 你做到这样一刻 你就觉得有问题的了 为什么有一个能力这么赔的人 或者一个学力这么赔的人 各方面都不行的人 可以骑着自己 心理不平衡的 是会 不信你问其他中年人士 叫他们分享一下经验 在职场上 可能在做中资企业 我想他们大有故事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